我輸了, 我每次都輸了 你還沒輸, 只是暫時落後 你打到最後一個, 最後一劍 我還是還沒輸的 對, 阿Donald 其實我們打不贏大黑 不代表哪天打不贏 況且我們可以打倒其餘的對手 反敗為勝 阿龍 不用說了, 我會用兄弟的身分起誓 在下一局, 我關二龍一定會盡全力 阿龍, 你是不是遺漏了我這個兄弟 對, 還有你的新劍神, 真厲害 來, 起來吧 走吧, 起來吧 是呀, 不要吵你當少爺 真棒, 斯德伯仲打了眼鏡 聰明, 但你還吵我緊 幹甚麼?難道你不相信阿龍? 他一定會再穿, 我會盡全力 我會盡全力 阿龍, 你沒事吧? 沒問題 好了, 到第七局的賽節了 比賽的同學是崇禮的關注龍 對英姊的陳佩章 有請各位… 阿龍, 你要加油 哇… 對… 對… 阿龍, 你是要加油 好東西 高興 我也是哇 阿龍, 你吃了 好, 三分鐘激烈的比賽 依然未能分得勝負 根據賽例 我們將會進行加持一分鐘的比賽 兩位劍手將會以澤豪決定 加持比賽的優先團 老師, 為什麼是澤豪決定? 比賽的規則 如果在第九局雙方面都打成平手 那就要加持一分鐘 在這一分鐘內 哪個手指刺到對方的話 那方面就會贏 對, 如果雙方方面都打不到對方 那就要澤豪決定 那澤豪決定的勝方就會贏 你怎麼會停在這裡? 是呀 崇藝的代表, 選擇的是公 而英經的代表, 選擇的是致 我們現在開始澤豪決定 他們的優先勝出團 一定要澤贏 澤豪的是致 就是勝方的代表是應敬眾賀 是… 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既然命運不信奧義 我也不需要去 就讓我挑戰一下命運 是不是?弟弟 大哥, 你行的 兄弟 喝吧 怎麼買這麼久? 大哥 那你只給我兩個十元 還要人找錢當然很久 你以為客人用錢大人叫豪爽嗎? 叫黑人真 我不想我男朋友犯中真 我只是想個個開心 上次Eason的依唱會 不是我用錢搞定?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明白嗎? 幫人要有誠意, 誠意 我每次花錢都花得很有誠意 你真的說了多少說不明白 你這些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喜歡你 朱滿堂 阿晴, 別生氣了 陳冠希 在哪裡? 這裡 你是不是嫌棄得我不夠生氣? 不是 不過我覺得你越生氣越漂亮 阿晴, 我明白的 誠意嘛, 有些東西用錢都賣不到 我這些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人 你不要我, 就沒有人要我了 你知道就好了 管得他們個個, 哪會像我們這樣 幸好他們怎麼樣? 幸好他們這麼恩愛 遲到了, 阿龍, 走快點 我們約了邪光客行收拾東西 你怎麼回家? 別來這樣 快點 你好 小背心很漂亮吧? 漂亮, 你看她 身材又合格, 樣子又甜 她那麼合格, 你追她吧 好, 死性不改 敏敏, 你別生氣了 你怎麼不生氣? 你喜歡小背心嗎?我沒有娛樂 不, 你先穿上去, 今天上風涼 旁邊有風, 很熱 你穿上去吧 幹什麼?你喜歡小背心嗎? 敏敏, 你聽我說 我剛才只是用審美眼光去欣賞她 沒有其他意思 審美眼光? 如果那個女生穿著很漂亮的衣服 戴著很漂亮的眼鏡 我看你還會不會用審美眼光欣賞她 絕對不會 因為那個人我已經追到了 哪裡? 文文, 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就知道我的人是怎樣 我只是一絲碎 死靜寶寶 糟了, 阿晴遲到了 走 她找到了 看你, 又哭又笑 那條鏈是阿樂送給我的 對, 我一直都沒問過 如果一天我又送那條鏈給你 阿樂又送那條鏈給你 你會選哪條? 你說呢? 我怎麼知道我不是你 我豈不是一早就選了 歐陽人, 你很笨 算了, 算了 算了, 來了附影 我送男嫂 我送男嫂 好, 男嫂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我詐不詐 那還不詐,詐不詐? 那我受到應得的懲罰了 我也沒罰你 罰了,十桶雪糕嘛 十桶雪糕? 我捉我三晚了 無涼 疼可惹 我們在上面收拾餐, 你就在這裡風花雪月 對不起, 我忘了約了你們收拾東西 不用抱歉, 你們的東西我們都沒有收拾 你們不是這麼忍心嗎? 是呀, 我們和你們一樣, 沒什麼心肝 對不起, 我真的沒心的 你們玩我 是呀, 是玩你, 誰叫你更會輕友 忘記了我們 是呀, 我怎會忘記, 什麼都可以忘記 但一定不會忘記你們三個好姐妹 日圓, 剛經過劍機舖撿東西的時候 是嗎? 找到東西給你 是嗎? 回來, 應該是你的 左手劍? 在一起我看, 被你嗎? 一起去看, 把你們的在一起 是呀, 身陷入的 我會不會輸入 我會不會輸入 謝謝你 謝謝你 靈性的 謝謝你 感谢观看